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歡迎回大型臺灣星光大道 昨天呢 陳水扁的外交零用金案宣判 陳水扁一審背叛無罪 吳淑貞今天早上說 這個判決非常的好 謝謝這位法官 總管臺灣有這麼有勇氣的法官 敢憑證據判阿扁這種罪 根據證據來辦案 不要說只相信吳淑貞人的說法 由錢陸陸續續一會 這是雲南的作為程序 這不是我們扁家屬很操控的 由這一點就看出我們的誠意了 那如果說那個 我一定堅持說錢要到位 那我覺得這是不合理 昨天的一審被判無罪 到底會不會影響 這個禮拜五的判決 昨天的判決書 劉大哥評論一下吧 我覺得不會影響啦 因為這個 這個一審那個 林庸軍這個案子 其實昨天他們 在宣判之前有問我嘛 其他台我說大概 因為大概應該沒什麼事 因為那時候 你也認為應該是會被判無罪 那時候起訴就勉強了 那到二審去 就是看看六月十一號 六月十一號 我認為錢如果沒有 全部會回來 只會意義多的話 大概不會停止羈押 大概不會 但是會回錢 對他的案件的良行 有沒有幫助 你看 就要看六月十一號的判決下來 有沒有減輕 如果有減輕的話 會錢的誠意 他們會錢的誠意 是不是讓何一廷感動到 那如果何一廷刑期把它減輕 那以後他錢會回來會 真的都會完了之後 不是說審判的時候 我一定要不讓你交保 我現在壓你判了以後 但是以後你錢會回來 你再要求停止羈押 我讓你交保也可以 我的意思是說審判 這次六月十一號之後 陳水扁如果錢全部會回來 一樣也有交保的機會 也可以在審判中交保 不經常在宣判的時候交保 也可以也可以都可以 六月十一號 到底陳水扁會不會交保這件事情 當然除了這個 關心扁案的人關心之外 對於民進黨來講 這一個陳水扁交不交保 有沒有因應小組 你會問問有沒有 應該是沒有因應小組 現在連主席都在選舉了 大概這個是可能考慮的方向 但是如果有因應小組的話 那這個措施就應該 要有個因應小組去處理 因為你把這個案子 拿到黨之後來討論說 要不要有因應小組 太麻煩了 我覺得到時候就說 反正就這樣子嘛 那出來之後大家這兩年來 也有些感覺了 應該知道分寸怎麼去處理 那黨中央 知道怎麼面對它了 對 那黨中央也不需要 也不應該去一個小組 因為有小組就要有結論 有結論到要遵守的時候 也蠻可怕的 所以就各自決定說 你要怎麼樣就怎麼樣 應該主席說了 或者五都的候選人的態度 決定之後 大概整個黨就是這個樣子 除了現在大家討論說 那幾個比較輕扁系的候選人之外 其他人大概都會有一致的口徑 跟一致的做法 我認為黨中央大概現在只想這樣 那但是如果你以案子來看的話 我認為對二審來說 比較 我覺得會比較有需要去注意說 證據力 在二審的時候 到底他的 他要求的關鍵 是不是那麼高 以我來看到目前為止 真的你要說阿扁貪污啊 或什麼的證據有這麼充分 這麼足夠 真的不容易 真的沒有幾個案子說 你肯定就說阿扁你挑工 你給他收這個錢有那個對價 你說包括已經一審判完了 看到現在為止 我真的認為沒有幾個是 你想直接證據好了 真的還沒有耶 企業家那些捐錢的人 大家也都說政治獻金啊 沒有幾個案真的有 除了偽造文書之外 真的沒有幾個有充分的證據說 你是貪污怎麼樣喔 但是以審判長的心證也好 跟現在的時間也好 跟他開出來條件說 你僅僅等還要有扣零 那表示他也認為他有罪啦 只是刑度而已啦 所以大概這個案子 跟他的宣判無關 但是我希望大家在宣判之後 要看看說你在二審的時候 你到底有沒有要求 證據跟你的量刑 中間的那個 那麼絕對的關係 我對以重刑來看的話 大家要回過頭來看 司法的品質問題 好 謝謝廣告 好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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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帥